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段时间朋友发给我一则去年4月份的新闻 说的是一位75岁的老人因为吃了一整盘的乡村炒鸡蛋 而导致器官衰竭 险些丧命 那么问题来了 乡村究竟能不能吃 吃了真的会中毒吗 其实导致老人家中毒的原因是错误的饮食方法 乡村本身它亚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 而且乡村的枝条越老 亚硝酸盐的含量就越高 所以老安提醒各位朋友 在挑选乡村的时候 要选新鲜的嫩芽 在食用乡村之前一定要先用开水焯一下 而且乡村一定到当天吃完 不能过夜 其次 乡村加重肝火 如果您本身就患有慢性的疾病 阴虚燥热或者是有眼部的问题 乡村可能会使病情加重 另外 乡村不能和以下的食物一起吃 乡村和菜花一起吃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 而乡村和黄瓜一起吃会影响人体对维生素C的吸收 乡村加牛奶会引起辅障 不利于肠胃的正常吸收 最后 老安为大家总结了几个 在食用之前必须要焯水的蔬菜 第一种 菠菜 菠菜含有大量的草酸与体内的钙结合 对身体有害无益 黄花菜 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鲜碱是有害的物质 但是它预水则融 烹炒前必须用水焯一下 第三 四季豆 四季豆中含有的灶带是有毒的物质 但是它预热就会溶解 黑木耳 新鲜的黑木耳当中含有土鳞类的物质 它进入人体后容易引起炎症 每种菜焯水的方式可能不尽相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公众号 老安贪健康 回复乡村 看具体的焯水方法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